謝謝主席 楊清明發言 邀請公主委 請公主委 周委好 我們討論 因為國防會我經常說是 整個政府的很重要的心臟 也是很重要的頭腦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目前我們看到你的數字 投資總共有66家 那大概各半 32家是plus 34家是馬拉斯 但是如果plus跟馬拉斯加總起來 我想還有一段距離 那所以我們就實際上來檢討 我們國防會投資在這個 如新的這個案子 那就傳出財務的問題 那將近總共投資多少錢 14億 14億多 將近15億的這個經費 那也可能血本無歸 是嗎 請說明 目前帳面虧損大概是11億 對 即將嘛 可不可能 民眾很緊張啊 我只要賺一毛錢 就很辛苦了 我交給你稅金錢 你一次一個案子就給我賠掉十幾億 我們的評估怎麼評估 我請問 目前虧損11億多 那總投資額將近15億 其他的有機會嗎 請說說明 是 八委員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整個經營團隊重組了 然後現在是暫停交易 他被併了嘛 對不對 併到這個酒地去嘛 對不對 不是 他併購酒地 對啊 所以你就變成是小吃大嘛 對不對 對 他主體是在台灣嘛 主要是如新 針對本席的提問啊 是小吃大嘛 對不對 規模上來講是這樣 對啊 所以你今天是國防會的主委 你幫人民投資的狀態是如此 那就該怎麼辦 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 金管會審查的時候 他認為你的併購價格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而且有反向併購的嫌疑 這是金管會喔 政府告訴你喔 來 另外他 你根據企業申請國防會的投資規定 你必須要經過三關 要經過什麼呢 政策評估 是 召開投資評估的審議會 是 召開管理的這個審議會 對 那本席請問 這麼嚴格的程序 要貴三關 為什麼會如此 出在哪裡 不 法華委員 那個是主要就是說 金管會他是在 2018年 因為我們當初投資的時候 金管會已經通過了他的這個 就是 陷進政治的公開書嘛 那是2018年以後 金管會才發現說 他那個公開書是有不實 那怎麼辦 我們也被 我們也是受辯者 我們受辯者 有人說喔 是因為蔡英文總統視察之後喔 一條大路綠燈直通喔 而且成為他公司的第三大股東喔 現在在病來病去小吃大 你會成為第一大股東喔 是不是如此 不是 有沒有這個疑慮 不是啦 我給你說明的機會 不是啦 這跟總統沒有關係 你們外界都這麼說喔 對 後面拼命來講的這個是誰 是我們的執行秘書 你這樣講 你的主委聽得到嗎 聽得懂嗎 國包基金執行秘書 會啊會啊 他已經 他已經在國包基金已經 二三十年了 本期了解嘛 所以呢 很清楚嘛 那這麼優秀 這麼清楚 為什麼會導致這種 飛機出來 因為我們也是受騙者 說老實話 我們2018年才知道 我就等著國防會主委講這個話 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防會主委 他竟然會受騙 人民的納稅錢怎麼辦 我真的憂心耶 要跪三關耶 還是一樣 金管會告訴你 你坦白告訴我們 你也是受騙 那我們人民的納稅錢怎麼辦啊 金管會他是同意 現金增資的 他同意那個案子 本期啊 你從2014年到2019年 你三度踩雷 因為你坦白說出 你也被騙 情何以堪得民眾納稅錢 2014年是前政府啦 這個 什麼政府都一樣 沒有藍綠的 你講這句話 我給你抗議 了解 了解什麼 道歉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國防會主委 你是中華民國的國防會主委 還分什麼藍綠 不會啦 我是說這些公務員 有沒有分 都是二三十年的公務員 他們都是非常盡忠職守 本期在講你 你不要講他們 所以從頭 把藍綠拿開 好好的為人民把關 好的好的 國防會還可以公然說我被騙 我們對人民怎麼辦 我還告訴你 溫柔的告訴你 2014年到2019年 你三度踩雷 所以檢調起訴了這個 東北光電 一樣這種事情 民眾情何以堪啊 我們民意代表為人民把關 你更要為我們政府的投資 怎麼輔導他們 要把關 今天來一個大笑話 中華民國的政府 國防會的主委 說我們團隊被騙了 喔 因為檢調2018年才起訴他 怎麼起訴不管 本期告訴你 不要再踩雷了 我們今天當然做生意 有賺有賠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唯一一個 我們不能被騙 一個政府都會被騙 人民該怎麼辦 主委你同不同意本期的論點 我們政府 你國防會主委不能再被騙 這個就是說 他如果是有心 他檢調 他要負法律責任 所以他也被起訴了啦 本期要求你回答 本期的問題 起不起訴 那依法去辦 是 國防會不能再被騙 你認不認同這個論點 所有既有的資料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是相信 因為這個案子說老實話 前面投資 本期問你 真的問題提問請暫停 你頭腦不清楚 本期沒有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本期要請問 國防會主委 我們既然你坦白說你被騙 你去檢討好不好 你的過三關 一定沒有好失效了 沒有我們同樣的方法 你被騙 你是不是頭腦應該要確認 我國堂堂中華民國政府 國防會不能再被騙 對不對 被不被騙 都是事後才知道 我們在投資的時候 暫停時間 看既有的資料來 請你頭腦清楚一下 本期跟你討論 你身為國防會主委的觀念 你今天如果公開說 我們國防會好好檢討 我們不會再受騙 我們也不希望再騙 我們也不會被騙 這樣子人民才有信心嘛 我交給你一個坦白告訴我 我被騙 一直賠十幾億 請問一看 我們投資的時候 所有的資料 我們會加強去查證 你說這樣就對了 你的過三關 已經出了那麼多問題 要不要去檢討 要不要檢討 我們會檢討 多久時間檢討方案出來給本席 一按賠十幾億 十幾億 民眾苦不堪言 多久時間 你再過三關 一個月 一個月內 提出你們投資的這個審核機制 把關好不好 對不對 接下來本期要跟你討論 缺工的問題 2030年 台灣至少會有40萬的人才缺工 這是你國防會自己評估的數字 你自己評估的數字 我們看到加拿大缺工百萬人 澳洲也缺工 尤其土木工程 主廚 又託員工 在這種情況之下 紐西蘭提出方案 他們鬆綁了移民規定 預計明年要吸引一萬兩千名的勞工 那接下來澳洲 他們也增加了永住移民的方式 希望上限到十九萬七 日本 他也相對的尋求居留權政策的一個改革 來吸引外籍的人才 請問 您自己提出的 2030年 我們至少會有40萬的人才缺口 我相信 這是 這是顯性的 隱性的還不止這些 好 我們就你所提出的40萬人 國防會 你就人才引進 你做怎麼樣的政策 應對 或者是鬆綁 請就說明 報告委員 我們大概有分成三大面向 第一大面向就是 現在的 國際上的重要的專業人才 這個我們加強來引進 怎麼加強 本期要聽到的是怎麼加強 包括就業金卡 還有一些 人才專法 那個大院已經通過了 他有一些鬆綁 然後有一些誘因 那我們盡量來宣傳 然後另外一塊就是 你不是盡量宣導 你要大力宣導 剛剛已經有委員給你糾正你的語言了 你要信心十足 你是國發會主委耶 你不是橡皮圖章耶 你 我們的法案通過 本期可沒有看到在宣導 你應該大力宣導耶 今天立法院給你這麼多的預算 你應該要去落實執行耶 你不是橡皮圖章耶 是 我們有宣導 所以我們甚至一到海外去宣導 所以就針對缺工的這個問題 除了法通過 目前全世界搶人 本期要求你必須去研討 怎麼樣能夠把我們的人才 尤其外面的能夠吸引進來 這是非常的重要 你多久時間給本期一個方案好不好 同樣一個月可以嗎 不可以 那兩個禮拜 對 兩個禮拜提出方案 既有的法律通過的趕快去宣導 好不好 沒有的趕快去 人家澳洲 紐西蘭 日本 全部都提出 我看不到我們政府提出什麼 我很緊張啊 好不好 一定要全力的去提出啊 最後一個議題喔 性別平等的問題 你的部分呢有四項指標 健康生存 教育程度 那你在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參與 跟機會 2021年我們台灣是排名 第38名 換句話說在性別的這個部分呢 雖然有一點點進步 雖然有一點點進步 但是我們看到2019年15歲以上的女性參與者 達到51.4 男性是67.3 可是我要跟你 本期要跟你討論的是 專業女性的回流職場 她幾乎等於是零 因為她家庭狀況 她只要超過五年離開職場 要再回來 幾乎是零 那你看到這個問題了沒有 我們缺工缺的不得了 這麼樣有專業的女性的優秀人才 她回不了她的職場 主委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那個女性來講的話 她有兩個 就是離職有兩個風 一個是要照顧小孩子 對 另外一個是照顧老人家 對 你看女性多辛苦 對 所以我們要強化那個老年照顧 這個長照的一個部分 可以部分的share 就是分擔這些婦女朋友 她的一些負擔 那她就有機會 所以本期具體建立 你給我一個答案 也就是 你要怎麼樣加強家庭支持跟照顧的體系 讓我們女性有平等自我發展的這個機會 這也是在幫助我們台灣 產業的能力的量能 你多久時間給我方案 怎麼樣協助我們女性 離開職場回不了了 怎麼辦 多久時間方案告訴我 怎麼可以協助她們 一個月 一個月 太長了 太長了 多久的時間 三 那就兩個禮拜 兩個 不是Jill 你要信心執著 主委 回答任何委員 你都要信心執著 我們還是希望政府當我們的靠山 好不好 你兩個禮拜 將女性職場不平等的這個現象 怎麼協助她們 家庭及照顧的一個系統出來 協助她們回職場 好不好 兩個禮拜給我 謝謝